对于这道菜呢 好看 好玩 但是好吃吗 面条因为加入了玉米淀粉 所以它其实算一个比较粗糙的口感 那这个时候您需要用味去遮住它 可是恰恰您在另外两个调味里面 都做得很清淡 真的是很清淡啊 但是我希望您能让我吃得好吃的东西 这个也是听说很好吃 我们节目这个宗旨 是 是 是 不是说听说很好看 而是听说很好吃 下一个菜已经就绪了 来 我们请帅大厨上菜 一起来有个feel 这个不能推 它那个上面那个蛋太嫩了 嫩到不能推 翡翠谢芙蓉配温泉蛋做鱼籽浆 哇哦 哇哦 女子酱 下面这个是什么 像鸡蛋清 它盘子还是热的 盘子都是热的呀 对 哦 咳咳 我们来看一下鱼籽地吃 我们来看看鱼籽鱼的味道 我们来看看鱼籽地吃 我们去上面吃鱼的味道 嗯 嗯 嗯 有一点像吃螃蟹的味道 赛 赛螃蟹 我是用就是 蛋清跟蛋黄是分开来的 那么蛋清里面 我们要加牛奶 翡翠的这个颜色 我们是拿卤笋跟菠菜 调好以后呢 我加了一点点蟹肉 蛋黄呢 给它调了个蟹料 炒这个蛋松 给下面呢 提一点酸味 温泉蛋呢 我是拿鸽蛋做的 它蛋黄大 但是鸽蛋它又是没味道 所以我上面给它 是用鱼籽酱来提这个味 啊 赞 赞 赞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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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味调得好 没有了 好吃 我没有学过厨艺 很想拜个师 是吧 太棒了对吧 好好吃啊 绝了 那那个鸡蛋怎么做到好吃呢 其实很简单 就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呢 叫半蒸半甲 就是一半是鸡蛋本身 一半是别的东西的味道 做进去 那后面呢是 半生半熟 因为现在科技进步了 然后你能吃到 没有细菌的鸡蛋 所以现在一个 好的鸡蛋料理 一定是这八个字 就是半蒸半甲 半生半熟 太好吃了 因为我本身 自己很爱吃鱼籽酱 然后就是 再加上那个 有蟹肉的那个味道 就是一下子让我的味蕾 觉得有很多的层次 再加上一上来的时候 那个盘是热的 就让我觉得很有诚意 就是 哎呀 怎么说呢 就想再来一盘 这道菜我觉得 给我的体验是什么 层次感非常丰富 很多 在网上一些都在说 哎呀 中国人不炫米其林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在外国人制定的 任何规则里面 我们都能做得很好 所以说我觉得 这道菜就体现了 我们中餐师傅 能够得到 米其林尊重这种水平 其实我快有 两三年都没怎么 去西餐厅去 吃过西餐 我一直都在吃中餐 然后今天吃以后 我觉得还是很 非常棒的勾起了我 想要继续去品尝 整个世界 各种种类的食物 对 关键点来了 关键点 告诉我们 你今天在这两道菜当中 这两位大厨当中 你把票投给谁 我把票投给了 郑婷 请选择 恭喜郑婷选择的是 翡翠蟹 芙蓉配温泉弹作 鱼死将 这样我们也把掌声 送给可爱的我们的民书 上次休息一下 谢谢 辛苦了 谢谢键蓉装 加油 谢谢